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学习田家四季歌。 上节课我们一起欣赏了春季里田家的美景。 春风吹来,美丽的花朵就要开了。 带来了上节课我们学过的词语,一起来读一读吧。 蝴蝶,麦苗,桑叶,正肥,农士,归来,带上,鼓励,虽然,辛苦,你都会读了吗? 在接下来的季节里,农民伯伯又要做哪些事情呢? 请同学们朗读第二三四小节,圈化出不同季节里的农士活动。 读完了吗?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二小节。 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朗读,找一找在这个季节里写了什么农士活动呢? 夏季里农士忙,菜桑养残又插秧。 找起琴耕作,归来带月光。 找到了吗? 在夏季呀,农士活动有采桑养残和插秧。 农民伯伯采桑叶来喂养残,残吐出的丝可以织成美丽的丝绸。 插秧说的是把水稻的秧苗插到水田中。 养残和插秧都是很辛苦的劳动。 农民伯伯刚干完这一件,紧接着又要干另一件,多么忙碌啊! 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再紧凑一些。 采桑养残又插秧。 在第二小节里,一个忙字写出了农民伯伯劳作的状态。 再读一读,还从哪里能读出来农民伯伯的辛苦和忙碌呢? 是啊,还有这一句,早起琴耕作,归来带月光。 什么是带月光呢? 联系插图想一想。 途中,农民伯伯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月亮升到半空中,带月光就是月光洒在农民伯伯身上的样子。 有一个词语啊,叫披星带月,意思是身披星星,头顶月亮,形容早出晚归,或者连夜奔波,非常辛苦。 带是头顶着的意思。 那我们生活中还带过什么呢? 比如,带红领巾,带帽子,带围巾,带口罩,用的都是这个带子。 那我们之前还学过这个带,指的是随身拿着。 老师要考考你了,在接下来的这两个句子里都要用哪个带呢? 有答案了吗? 一起来看看。 妈妈戴上心爱的珍珠项链,带着行李去度假了。 农民伯伯戴着草帽,挥着锄头,披星戴月的在田间劳作。 你都选对了吗? 归来戴月光,说的就是农民伯伯要劳作到很晚,披星戴月的辛勤耕作。 请你再读一读第二小节。 在朗读中,体会农民伯伯劳作的辛苦和忙碌吧。 忙碌的夏季过去了,我们迎来了凉爽的秋天。 一起来读一读吧。 秋季又有什么农事活动呢? 瞧,道上长就是把稻谷收到长院里。 这成熟的稻谷,色泽金黄,就像是黄金一样。 农民伯伯看到这色泽金黄的稻谷,心情是怎样的呢? 有的同学会说,农民伯伯看到稻子丰收,心里会非常高兴。 是啊,文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词,喜洋洋。 请你把这份丰收的喜悦送进去,再读一读第三小节。 秋季里,道上长。 股像黄金,粒粒香。 身体虽辛苦,心里喜洋洋。 在这个小节里,还有几个我们要认识的生字。 粒,虽,辛苦,苦,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 你可以用上加一加的方法。 而且,苦和粒还都是形生字呢。 虽然和辛苦这两个词,在我们生活中也很常见。 能用它说个句子吗? 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体育锻炼。 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他工作很辛苦。 农民伯伯的辛苦啊,就在这一件一件的农事活动中。 借助拼音,来读一读。 波种,插秧,耕田,采桑,除草,割卖,打鼓,积肥。 你知道吗? 这些还远远不是农事活动的全部呢? 你还知道什么农事活动吗? 比如,选种,育苗,浇水,施肥,陪土,防治病虫害,等等等等。 辛苦这两个字,凝结了农民伯伯,多少汗水呀? 带着你的体会,再读一读。 第四小节里,写了冬天的添加生活,也请你来读一读吧。 冬季里,雪出晴,心智棉衣,暖又轻,一年农事了,大家笑盈盈。 了是结束的意思。 一年农事了,意思就是,一年的农事活动都结束了。 在这个小节里,也有一个表示心情愉悦的词语,笑盈盈。 穿着又暖又轻的棉衣,欣赏着窗外美妙的雪景,心情是多么愉快呀。 再来读一读这个小节吧。 你还知道有哪些像笑盈盈这样的词语吗? 比如,在第三小节里,就有一个喜洋洋,还有美滋滋,乐陶陶。 读一读这些词语,把它们积累下来吧。 岁末年初,雪后出晴,农民伯伯和家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来听听这两位同学的想法。 农民伯伯会说起夏天辛苦的劳作,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瑞雪照风年,看到外面的大雪,农民伯伯会说,明年又会是一个风少年。 是啊,一分耕耕,一分收获,一年辛苦的劳作结束了,现在正是享受劳动果实的时候。 让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在朗读中,再来体会这一份轻松闲事吧。 冬季里,雪出晴,心智棉衣,暖又轻,一年农事了,大家笑盈盈。 这首儿歌,长短聚交错,一节一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同学一样,一边拍手,一边读一读,再来感受他的韵律和节奏。 读完了课文,这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你都记住了吗? 能不能借助提示来背一背呢? 跟着这位同学一起来试试吧。 田家四季歌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卖苗儿多嫩,桑叶儿正肥。 夏季里,农事忙,采桑养残又插秧,早起勤更作,归来带月光。 秋季里,秋季里,道上肠,补向黄金粒粒香,身体虽辛苦,心里喜洋洋。 冬季里,雪出晴,心智棉衣暖又轻,一年龙事了,大家笑盈盈。 如果你也背下来了 就给自己竖起大拇指吧 课文学完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写好生字 仔细看看我们要学写的生字 你觉得哪个字比较难写呢 有的同学会说 我觉得带字有点难 它的笔画很多 还有的同学觉得 是这个字横画很多 这个字不好写 那让我们先来看看 是、心、苦这三个字 仔细看看 你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了吗 是啊 它们都有很多的横画 其实写好横画多的字啊 有两个小秘诀 第一是多横之间等距离 第二呀 要仔细观察横画的长短 来看看这三个字里 每个字最长的那个横画 分别是哪一笔呢 瞧 是的第一横最长 好像是一把雨伞 为下面的笔画遮风挡雨 心和苦都是第二横最长 要把它写在横中线上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视频中的同学 一起来学写生字吧 先来看看第一个字 是 是 是的第一横要写长 口子扁一点 横折压着横中线 树钩压着树中线 再来看第二个字 鲜 鲜 鲜字第一横短 第二横长 树要直直压着树中线 最后一个字 苦 苦字也是 第一横短 第二横长 树要稍稍向左斜 看清楚了吗 那就请你拿起笔来 写一写这三个字吧 写完之后 再来看看这个带子 带的笔画呀 可真是挺多的 仔细看看 那在书写的时候 都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 这位同学的发现吧 要注意把笔画写紧凑 鞋钩要写长 最后一点别忘了 是啊 带子在书写的时候 要把鞋钩写长 起笔要高 收笔低 一起来写一写这个字吧 多横之间等距离 横的长短要注意 割的斜钩要写长 起笔要高 收笔低 一撇一点别忘记 也请你来写一写带字 写完了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同学的书写 你觉得 哪个同学的书写 更漂亮呢 第二个更漂亮 第一个带的斜钩 写得太短了 是啊 斜钩写长才好看 那就请你再写一个带字 别忘了 写字要一看 二写 三对照 一个要比一个好 好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学写了生字 还知道了 夏季 秋季 冬季 这三个季节 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 虽然说 农民伯伯的劳动 很辛苦 但是收获的时候 也充满了快乐呢 课下 同学们可以再来读一读读课文 把课文背诵下来 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亲自参与到农事活动中 去体会其中的辛苦与喜悦 或者可以找到相关的纪录片来观看一下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这个单元的语文原地 请同学们提前准备好新华字典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再见